你 黄小姐 你鬼鬼祟祟的 干什么呢 我看过人 什么人在我叔叔办公室里 龙家三少爷 我倒是听龙继宗说过 他有一个弟弟在乡读书 我听兄弟们说呀 他跟龙家二少爷龙继宗 那长得是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洪先生 您若秉公执法必定大快人心 我们龙家感恩不尽 我当然会秉公执法的 不过我倒要问问你啊 柳英阳在蘑菇镇放火的时候 你在啊 当然没有 我是一个月前在欧洲上的船 十天前到的上海 这一路奔波 昨夜刚到 那你怎么知道 柳英阳是故意放火杀人 该枪毙的呢 一个死了丈夫又失去了家园的寡妇 带着她的三个女儿去蘑菇镇投亲 哪儿成想那个柳栓子 他 他是个大烟鬼 把柳英阳的小女儿卖给了人贩子 这是人间悲剧呀 柳英阳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才放的火 难道不值得同情吗 你笑什么 你有什么可笑的 对不起 红先生 对了 我刚才看见一个人 从您办公室里走出去 是从京城来的石少青吧 是又怎么样啊 洪县长 您说得没错 我和我的兄长龙继宗不一样 我们俩性格迥异 处事方式也是大相径庭 听说他在生前得罪过洪县长 更伤害过令侄女 严宗在此替兄长向洪县长致歉 不不不 不必那么端礼数了 既然他已经过世了 我也就不生气了 您不生气就好 今晚我备了薄酒 想请洪县长上网 怎么 想请我喝酒啊 这有什么事情不能在这儿说吗 洪县长 这儿 是政府的办公室 有些话方便在这儿说 有些话不方便在这儿说 好了 不耽误县长太多时间了 今晚居前楼二楼我包了 我在那儿 恭候县长大驾光临 告辞 我来了 是不是吓到您了 是 吓得我一跳 您是洪小姐吗 我姓洪 我想你把我认成我二哥龙纪总吧 后来你都知道了 那我先走了 有机会 想请洪小姐共进午餐 若能赏光容行之之 再见 不认识 这位警察大哥 您认识在下 认识 认识 我倒是看着您眼神 要不然给我提个醒 我应该管您叫三少爷 我姑姑是龙家的管家 我叫许小四 要不是龙家的恩惠 我怎么能混到这儿当警察呀 我可不是一般的小警察 我是小队长 这么说是自家人 是是是 我听兄弟们说呀 您跟二少爷长得一模一样 我就好奇 我就过来看看 顺便我们报个道 我是小队长 再小 那好歹也是吃完饭的 您要是有什么事 您尽管吩咐 那真是太好了 我正有事要跟人打听 你是自家人 又是在政府里当差 找你打听啊 再合适不过了 行啊 有什么事 您说 把我出去 把我出去 我要找我的念天 把我出去 放我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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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什么 别碍了 娘们儿 这里面还有娘们儿呢 别碍了 放开我 放开我 我叫娘们儿 放开我 我叫娘们儿 放开我 我叫娘们儿 放开我 我熟悉 几年前落难 我石少卿姐来去 是吗 石老板 您慢着点啊 石老板 这边 这边 刘云娘儿 石少卿 石老板来看你了 刘云娘儿 你听见没有 把身转过来 你聋了是咋的 转过来 那我就不打扰了 啊 音娘 我去了 我不认 可是去晚了 还好 还好 监狱里我有熟人 就赶紧赶回了孝行 来打点关系 怎么样 这里还算清静吧 只要不跟其他犯人同主 就不会挨打 吃得也轻易放心 鱼头已经吩咐好人了 去附近最好的馆子给你买了 待会儿就给你送来 盈阳 还记得我说过什么吗 孝行是他们龙家的地理 他们一手遮天 他们那么恨你 肯定什么报复你的手段 都使得出来 我刚才看见龙继宗的弟弟 他刚从西洋回来 就来拜县长 什么意思 肯定是龙家派他来打点关系 他们是想让你死在牢里呀 还好 我敢在他之前见到了红县长 狠狠地舍人 你放心 红县长已经答应我了 恨你无罪 我过两天就放你出来 盈阳 当初你要是肯答应我 带着三个孩子跟我回京城 怎么会是今天的这份苦呢 我之前跟你说的话 你再好好想想吧 盈阳 你还在生我的气呀 你就不能转过头来让我看看你吗 算了算了算了 不为难你了 那 我先走了 对了 现在招体判定谁拐的呢 现在招体判定谁拐的呢 要是不行的话就交给我吧 要是不行的话就交给我吧 盈阳 你给警察使了多少银子 他们抓我就是为了让你现在来讨好我 对不对 盈阳 别叫我的名字 我在蘑菇镇放火的时候 家里根本就没有人 说我放火熊熊 一定也是你编造出来的 盈阳 石少卿 到处你挨了打 郎中说你已经没命了 是我求二少爷 才没直接把你装进棺材里 一点儿 一点儿地给你喂药 炙伤 好不容易把你救活了 你却忘恩负义 良心何在 你和二少爷是磕头的兄弟 你却打起大嫂的主意 勾结徐老板 骗走了二少爷的货款 用脉筒省城警察 陷害二少爷入狱 活活逼死了他 你悲心弃义 畜生不如 现在 你为了讨好我 又唱上了这出大戏 先是让警察把我抓起来 然后让我相信 是你使了银子把我救出去的 你以为我就会因此 对你感恩戴德了对吗 你做梦 要不是你 二少爷就不会死 我们娘四个也不会无家可归 我更不会跟我的念地骨肉分离 整整五天了 我的孩子在哪儿 要不是因为你 我恐怕早就找到他了 是少青 你害得我们家破人散 老天是有眼的 你会遭报应的 你知不知道 英娘 你骂我报恩负义 被信弃我都认 可是这回警察抓人 他不是我的计策呀 四处贴的都是告示 上面写得清清楚楚 你是放火行凶 烧死了自己的亲哥哥呀 英娘你可以恨我 但你不能冤枉我呀 要是真是这样的话 我还等什么老天爷打雷劈死我呀 我今儿我就磕头磕死在你面前 你别说 我明白了 我之前还玩纳闷来着 你为什么放火行凶 烧死了自己亲哥哥不跑呢 原来你是在找孩子呀 我那三侄女 叫念蒂是吧 我见过她几回 就是 头上扎了三个小辫 漂亮极了 丢了五天了 五天 人贩子应该走不远 你放心 我一定帮你把她找回来 你说的是真的 英娘 只要是你的事 我就是上刀山下活海 也在做公司 不过咱们把话说头了 我要是帮你找个孩子 你从牢里出来可得跟我走 不说话 我可就当做你是答应了啊 您就请好吧 五天 这人贩子就凭两条腿 能走多远啊 再加上这小姑娘爱哭 一把这人贩子哭烦了 没准就进就没卖 所以我估不着 出不了这个圈 咱们多顾着人手 凡是这个圈的地方 挨家挨户的过程 肯定能把这小女孩找出来 那得下不小的功夫 废话 我养你们干吗 吃嫌犯呢 不 不 不 我 我是说 在这么大的范围内 挨家挨户的去查广 靠我们这几个人 恐怕人数不够 我不是说了吗 让你雇人呀 对对对对 雇人 雇人 我这雇人是要花钱的 为了这么个小宅星 说谁是宅星的 老爷 这海里一出生 就把他大白给绑死了 他叫他地狱生 爹就把龙剧宗绑死了 他不是个宅星 他是个咋样 你还敢胡说 打死我 我也要把这些话说了 老爷 您非这么打过我 去找这孩子 不就是为了 娶于孩子他娘吗 我知道 你喜欢这个女生 你为了把她 从大牢里救出来 在洪县长这儿 你使了多少钱 我也清楚 如果这个女人懂事的话 她从大牢里出来 就应该死心塌地的 跟着你 可是 可是 你要是把她那被拐的孩子 找回来 万一 万一那个孩子 将来管你叫爹 把你放出个好胆来 那可怎么办哪 老爷 老太爷 老太爷去世后 您开心吗 把我一个臭奴才 你把成了个管家 我感恩戴德 我这一辈子我也不能忘啊 在这个时候 我要是眼看着你犯啥 我不去提醒你 那我还是个人吗 那我不就成了一条狗了吗 老爷 老爷 你起来啦 起来吧 起来吧 你说得对 营娘在牢里 已经吃到了骨头 她要是懂点事的话 就应该明白 要是没有我的话 她已经死在牢里了 我对她这么好 她就应该跟我走啊 我帮不帮她找孩子 她都得跟我走 这样 工人找孩子钱 甭花了 我全赏你了 工县长 工县长 工县豆 你先来了不点好菜 我来了现点 这不耽误功夫吗 工县长 菜齐了 请我喝酒 不点菜 西弄我 有菜啊 水煮云豆 好小子 有两下子 工县长 我既然要请您吃饭 就不得不先打听 打听您的习惯 就算我点了一桌子山珍海味 您只吃水煮云豆 我为何不直截了当呢 请 是啊 少时加贫 读书到深夜 身子冷想喝口酒 就只有这水煮云豆相伴 一来二去啊 也就成了习惯了 都比较好 第三 row 要哭 还是要吃的 我做不得可以 的是 你这个 好 我说 这 你这个 你这个 寒窗苦读二十载 今日孝兴当小差 一带见紧 病已白 斗酒一生 伴换海 好诗 少拍马屁 这也叫诗 真是好 我也是难得高兴 信口胡说罢了 来孝兴这几年哪 不少人向我吃饭 这巨仙楼我也来了几十回 即便请客的人 知道我只吃这云豆 可没有一个甘免俗的 都是急鸭鱼肉 摆了一大桌子 看着就让人腻歪 您高兴就好 来 我再敬洪县长一杯 等等再喝 既然你直接了当 什么事 说吧 遵命 请您判柳英娘枪决立刻执行 没什么 她可是你的嫂子 这个女人的来历你已经知道 我二哥龙继宗受她蒙骗 娶她为妻 我母亲大人格外开恩 给她名分接她回龙家 谁知她不知感恩 挑唆母兄关系 祠堂分家祖宗蒙修 更是不守父导 女人通奸和肩负合谋害死我二哥 这样的女人 我不敢称她为嫂夫人 你说她害死了龙继宗 可有证据 您就是证人 请问洪县长今天在我之前 是不是有一个叫石绍青的 去拜访过您 是啊 她是不是想请您通融 判柳英娘无罪 这 看来我猜对了 她给了您多少饮票 你 洪县长息怒 如果他们不是肩负盈妇 石绍青怎么会下这么大的文件 洪县子 我告诉你啊 我围观这么多年 从未收过贿赂 我相信您 看您的面向 您绝对不是贪官 这 这杀人命案 本来也用不着我管 真相清查自会查清楚的 洪县长 您在同城老家 还有很多亲人吧 除了一个侄女跟着我 其他亲人都在老家 听说您祖上 没给您留下态度的田地房产 我们是想护人家 那洪县长可否知道 我们龙家在同城 是有些田地的 当然知道了 同城最好的水郊地都姓龙 如果您愿意 可以都姓洪 开什么玩笑 难道 难道说您要送我 不行 不能送您 那不成行贿了 我得卖给您 就 就我那几个丰路 哪儿埋得起那么多的地呀 就这么定了 您一年的丰路 我把龙家在同城所有的田地 都卖给您 你说什么 洪县长 石绍青给您的银票 不值这个书吧 洪县长 明天晚上还是在这儿 饱酒两壶 水煮云豆一板 您带上一年俸鲁 我带上田气 你我交割 夫人 我能不能多聚嘴呀 三少爷 您要这么多田气干啥呀 送人 这么多的地 送人 夫人 言总 你这事要送给谁呀 夫人 这事 您没问过三少爷 怪不得二少爷在世的时候 就说您偏心眼 您说 这件事您都没问清楚了 就让我把这么多个田气拿来 三少爷 这事您办得可 对不住了 我多嘴了 你闻了 梁敬 我请你 不过 言宗再次败行 三少爷 您可不能这样 我打小就是你娘的丫头 是夫人抬举我让我做了管家 您要是这么客气的话 真是折杀我了 对了 昨天在政府里面 见到了警察队长叫舍小四的 是您侄儿 舍小四 我侄儿 他拜见过您了 不能叫拜见 我们有幸相识 而且攀谈甚怀 三少爷 您太抬举他了 三少爷 我 我不打搅 你跟夫人说话 我先下去了 娘 你也太惯了我 这么多天产地气 问都不问一声却拿给我 怪不得二哥说你偏心眼 你这是要送给谁呀 洪县长 洪县长 这胃口太大 不是洪县长胃口大 是我们龙家出手大方 用得着吗 自此以后洪县长 就成了龙家的奴才 您说话算吗 自当洪县长商人以来 孝行人人皆知 他和龙家有矛盾 影响了我们家不少生意 这回 我要让全孝行的人都知道 洪县长 在为龙家当差做事 他真的会杀了那个女的 当然 柳云娘做的恶事 够上石灰断斗袋 我恨不得亲手毙了她 掉一身 九凤 六三 五三 海 三叔 你是个骗子 你答应我呀 救我娘子 你要鞭斗袍塑 这是一片۱ 四君子 你要害我 年六四 这孩子来人 你的 represent politique 干什么 你这么奶奶 你 déplac 你 monopoly 快 快快 抱开 было 骗子 忙了 你这个骗子 您要害死我娘 我杀了你 喂 看你找弟 你们姓什么 我姓龙 知道你们姓龙 不 我不姓龙 姓龙的没一个好东西 我也不姓龙 帮忙找我要自己去叫我娘 别想骗我们 你和老太婆一样 都是坏人 感觉你们奶奶无礼 老太婆就是坏人 你不要坏 你总让我一定生死你 施官家 把他俩关进屋子 过了两天不给饭吃 等我忙完了吊起来打 打到规矩为止 三少爷 去 老师 别坏人 别坏人 我坏你们 严宗啊 孩子这么不守规矩 当娘的不是什么好女人 这俩孩子是不像话 但是也怪可怜的 你替哥哥管教他们 千万别打啊 更不能饿着 娘 我就是吓唬吓唬他们 等他们害怕了 我再找他们谈心 您知道吗 这个世界上 最厉害的不是拳头 也不是枪棒 是教育 教育也可以重塑灵魂 这两个孩子还小 身上有二哥的血脉 这些人 我想我和他们 是心心相通的 放心吧 我的拳头可以打坏人恶人 我的利剑 可以插入敌人的胸膛 但是对家人我不会 一下都不会打 我舍不得 死了个龙几宗 又来个龙颜宗 你说我这是什么命啊 怎么那么苦 那要我什么时候才能 掌管这龙家的大权呀 你说这老太婆也真够鬼的 铜城还有这么多滴 瞒的是滴水不漏 都把我们找房当傻子 在糊弄呢 不行 我得找他理乱里来去 大少奶奶 我们可千万别去 三少爷可不比二少爷 打小就八面玲珑的 脑袋瓜子好使着呢 宁可斗不过他 你怎么能找他人的纸巾 我还就不信 龙颜宗 他有三头六臂眼 对了 你说龙颜宗会露红线上 我可以写信给我哥哥 让他法办了他们 大舅爷 大舅爷 有这本事 那当然 我哥哥在沈臣官居要职 让他枕倒红线长 再抓了龙颜宗 最好把我哥哥派来孝星当线长 他可是小少爷的亲爹呀 当时把儿子过激给我的时候 说得清清楚楚 到时候龙家的家产 也有他的一份 他能不尽力帮我 那得从长计议 要想人赃俱祸 那得等龙家的田产 真的姓了红 店户们向红家交租子的时候 咱得下手 可以啊 王婆子 平时说你笨 说你笨 关键时候你还挺有心眼的 等您掌管了龙家 大少奶奶 我也给您当个管家 环保比那姓舌的能干 行了 别美了 爸 你先帮我办件小事 龙延宗把那两个丫头骗子 留在家里 我这心里吧 不舒服 别扭 谁啊 谁啊 是我 福爷爷 大小姐 快打开窗子 我给你们带吃的来了 福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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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救救我们 我们打不开招 我都被盯死了 真的给盯上了 这是谁干的呀 小管家 他帮我们跑了 龙延宗 哥救救我们吧 二少姐 大小姐 别着急啊 等个妇人你消了气 我会成长放你们出来的 你看 我给你们带了吃的了 可是窗子都封着 我怎么给你们呀 我不饿啊 屋里好多吃的呢 那就好 那就好 福爷爷 你要是没法帮我们出去 就别管我们了 快去救我娘吧 他人说是坏人 他人要救命我娘 什么 怎么可能有这种事呢 是真的 我和妹妹亲爱听见的 是呀 福爷爷 他人是救我娘 二少姐 二少姐 别着急啊 你三叔怎么说的 你 你们学给我听听 冯小姐 你说你这还跟他在吃呢 这就多余了 你看 你看看这鸡鸭鱼肉 什么没有 你 他是吧 还就是一块了不动 还不太饿死啊 谢谢您 鱼头 您去吧 让我跟他说几句话 那好 您和他 老 老 英娘 我来看你了 你好糊涂啊 你真不应该回魔物镇 你亲哥哥 什么人品德性 你不知道吗 你 你这不是带着孩子 入了糊口吗 再说 就算他把你的女儿卖了 你应该立刻报告警察 也不应该放火烧死人哪 我没烧死人 我是放了火 可是我放火的时候 屋里没有人 警察说我放火行凶 一定是搞错了 我相信 政府会还我一个公道 尽快放我出去的 你 你说的是真的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光天花日之下 谁要是想勾结警察冤枉我 那也是做不到 如果洪小姐对二少爷还有旧情 就请帮忙救回念地 我知道 你叔叔是县长 他一定能够抓到人贩子 把我的念地救回来 谁要是帮我救回我的女儿 你娘愿意做牛做马报答她 我不用你报答 你的女儿 也是龙继宗的女儿 我这就去找我叔叔 让我去抓人贩子 替她找回闺女 让我去抓人贩子 替她找回闺女 笑话 我是孝兴百姓的县长 不是她柳英娘的牙医 是吗 叔叔 她的孩子是在笑形地界上 被人贩子拐走的 您是一线指掌 您不应该管吗 如果有人报案的话 警察呢 自会去抓人贩子的事 这种事情到不了我这儿 这个道理呀 你不懂 这个女人了不起 自从进了大牢 我这里就高朋满座 今天 连你都来掺和了 叔叔 他说他没烧死人 人犯的话能信吗 他是个好人 我去过古风村 打听过几户人家 人人都说他好 跨他孝敬养父养母 特别能干活 他们一家人 在古风村的时候 种地养鸡全靠婴娘 他勤俭持家 任劳任怨 在乡下 也把龙脊宗 刺货得跟少爷一样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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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了这么多 跟他放火行凶 有什么关系呀 我听说 你自己下厨鼓得了半天 为那个女人送了饭菜 您怎么知道 废话 我不点头 你亲得了大牢啊 结果怎么样 京城大老板送的 盛桌的酒席 你亲眼看见了吧 那是别人送的 监狱里难道 还给杀人犯鸡鸭鱼肉啊 这个送酒席的石少卿 跟那个女人什么关系 谁能说得清啊 对了 我记得你跟龙脊宗 一起去捉过间呀 那次是我被坏人利用了 我和龙脊宗都误会婴娘了 误会 恐怕是被人糊弄了吧 叔叔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对呀 这过去的事啊 是没法追求 可眼把钱的 使得放火行凶烧死的人 警察看上了现场 找到了证人 尸体也验过了 那还错得了 好 叔叔 就算她真的烧死了人 也是有原因的 柳栓子把她的孩子 卖给了人贩子 为了孩子放火杀人 说明她是个好娘 不说八道 她是何故妖女 活着就是作恶人间 叔叔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 这是封建迷信 我 我让你气糊涂了我 封明啊 你是我的亲侄女 那个柳英娘 就是个杀人重犯 你说 你跟她缴在一起 你干什么呀 叔叔 这个女人多可怜呀 刚刚死了丈夫 家也没了 她还有未成年的孩子呢 您能不能 判她无罪呀 笑话 烧死了人我判她无罪 老百姓会说 我受了肩负的贿赂 告诉你吧 马上就召开共判大会 我要当着孝行百姓的面 强绝柳英娘 真是 手之有愧呀 公平满满 你情我愿 对 这是我一整年的封路 就是太少了 洪县长 这里是所有的田契和买卖合同 只要你我签字画押 我们就算交割完成了 那我就不客气了 柳英娘与人通奸 谋害亲夫在前 放火行凶 杀人害灵在后 你娘恨这个女人 枪毙了她正好混你们龙家公道 判决文书一定这么写 早一天枪毙了我娘 早一天替我娘出了这个恶气 正好 七十二战肥瘦鬼剑仇意外落网 近日叫枪决 就把他俩一起毙了 三日之内如何呀 好奇 到时候龙家的宗亲全部到场 为洪县长们秉公执法 鼓掌叫好 这样一来 小行人就都知道了 我与你们龙家前嫌尽事 握手言和了 洪县长 我这次回来呢 就不走了 您看以后 龙家的事件就是我的事 谢谢洪县长 好 那我就签字画牙了 您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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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